我們現在開始來講解到歷史 3135 3155 這兩款機型 所謂的3135與3155 差別在星期的部分 3135 並無星期只有日曆 3155 它有日期 所以在結構上 在勞力士表 勞力士表的頂部 它會做出一個 這樣子的日期波動器 與日期調整器 這個日期調整器 在維修手錶上 必須要戴上所謂的防護手套 因為所有的手錶 所有的機型 所有的細部的地方 都泡我們所謂的汗 與日共 在最正式的時候 在組裝手錶也必須要戴上口罩 這才是正確的組裝手錶的維修機器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可以波動 波動這所謂的所有的手錶細膩波動的地方 都不能用所謂的捏子 這種捏子它會傷及激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黃羊木 黃羊木呢必須要打模乾淨 然後我們可以測試這個波動 在這個測試波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它是否有不損 是否有不損 我們夾住基板的東西 也不能用所謂的鋼的捏子 一定要用這種PVC的這種膠合捏子 也所謂的這樣才不會有所得 在高級錶或任何貴重手錶 產生傷痕與掛傷 維修醫師手錶最重要的第一步 不是所謂的技術有多深 有多高 而是你能不能不把手錶 拆解以後組裝 不做任何的刮傷或者是破壞 或者是不小心的損壞 包括所謂的每一支螺絲 這螺絲在帽的頂部 我沒有在顯微攝影 所以看不到下水沒有顯微攝影 你在轉開這螺絲的同時 我們所謂的這個螺絲旗幟 我們所謂的這個螺絲旗幟 我們是不是是否有打磨過 是否有把跟螺絲的凹槽 螺絲帽的槽 是不是所謂的有同寬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下次再講解的是發條盒 我們下次再講解的是發條盒 手錶發條盒 微信的手錶所有的動力 與延續的所謂的 量能 我們下次再講解釋 我們下次再講解釋 謝謝大家 來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